为了应付数码时代的挑战 让政府机构在网络安全威胁 迫在眉睫的当案做好万全准备 国家网络安全委员会决定 尽快起草一项网络安全法案 好让相关法律全面到位 那首相杜斯里安华今天透露 新法案将会让国家网络安全机构 以及国家安全理事会 更有效的发挥职能 监管并且执行网络安全的相关法律 安华扬言 只要数码领域和网络生态系统 威胁到国家安全 政府势不妥协 我国政府机构将全副武装 向网络安全威胁宣战 首相纳斯里安华今天上午发文告表示 网络空间和数码通信 已经渗透生活方方面面 政府机构必须万事俱备 来应对数码时代的挑战 他强调这不仅仅是我国当务之急 更是全球范围的重大事物 有鉴于此 国家网络安全委员会决定快马加鞭 草拟一项网络安全法案 好让相关法律全面到位 国家网络安全机构 及国家安全理事会 将身负重任成为其中的骨干机构 凝聚政府机构和业界的力量 集思广益 针对网络安全法案的内容 安华预告 新法案会明确授权 国家网络安全机构 及国家安全理事会 负责监管并执行网络安全相关法律 并让这两个单位更有效地发挥职能 与此同时 网络生态系统中的其他单位 将保持全能各司其职 只不过 几个核心单位的职能将重新协调 免得职能重叠 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效率 这也符合国家安全理事会 第26号指令所阐明的 国家网络安全管理 及网络安全策略 安华扬言 政府在面对国家安全时 绝对不会妥协 数码领域和网络生态系统 不会例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